这一下雨,你家这路也没修啊 我们家都是你,我都烦死了,没事 来来来,慢点 阿姨,这干啥呢? 等你啊 妈,你是不是等我呢? 这等你们呢 阿姨好,我叫傻若,今年23岁 好好好 你爸妈是干啥的? 我爸妈就是农民在家种地 那你房有没有啊? 房,差不多,差不多啊,这 那车呢?车你们家买好了没有啊? 车买好了,每次我俩逛街 我带着他,我俩吹着风可得劲了 妈,你问啥呢? 问点别的,给点倒茶喝呀,第一次来 没事,妈就随便问问 没事,你没事 那你们回屋喝茶,我去坐下 那,我给你帮忙去 不用不用,那你们回屋 妈,那我一起坐吧,行行行 你坐下,我帮我忙了 没事啊 好了,坐吧,坐吧 没事,没事 你坐吧,没事 坐呢 嗯,嗯 你坐这个了,你还可以 嗯,没,没,没 你可别说 你平常没做过这么好的饭哦 那是 那我还是看在傻猪的面子上 今天让你吃的好的 一个女婿扮个儿 现在还没结婚呢 对人家这么好 那个 阿姨,你看这 你该问的也问了 你看我跟刘连的事,我们 啊,行行 嗯,不过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行行,行,您说 你看 刘连他爸走着走 你说我一个人拉扯的也不容易 也不,你到我家来 你该咋样 啊,爸 到咱家来,啥意思啊 你不是一个女婿扮个儿吗 啊 所以我就得当整个儿子 你该咋样 你没听明白 就是上门女婿 啊 上门女婿啊 啊,不行吗 妈,你怎么出了一 回主意啊 什么上门女婿啊 这结婚这女的嫁到男方家 你这把人家家过来干嘛 这算啥啊 阿姨,我这父母都在 你这 你父母在,那有啥呢 现在,在我家,在你家 这不都一样吗,是不是 妈 行 为了留脸,我什么都愿意 你看看 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说 就是 我俩以后生了孩子 肯定要跟我的姓 没问题 这姓谁的姓不一样啊 是不是,贵妮 我得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反正 你放心,我肯定会说通他们的 行行 多给她商量商量 这到我家,上面女婿 又不是不管她了,是不是 好好跟她说啊 那行 我先回去吧 那行行行 你到时候再给我打电话 好 你怎么突然间来这招啊 你怎么提前不过说一声啊 那万一 你提债过费的要有 啥周今天甩脸子不同意了 你说 到时候怪谁啊 看看傻闺女 你这就不懂了吗 我就看 这孩子挺好的 听她说话 她挺喜欢你的 所以妈就试着问一下 行了行了妈 关键是 这家父母还不知道 你同不同意呢 到时候再说呗 她还回家商量商量 是不是啊 行行 她肯定会跟你回话的 你那些吃了乱七八糟 你不收拾去 那不是跟她说话的吗 好 那你等着 我去收拾 去玩笑又要不你去收拾 接着会是人家的人呢 行行行 啥周啊 你怎么来了 榴莲呢 她没在家呀 她跟我妈去逛街去了 怎么有啥事啊 妈生病了 你知道不知道 生病了 啊 要好多钱 还要动手术呢 那你就先把钱出了 先做手术啊 呀你也知道 姐傻条件 那还差五万块钱呢 我手里的钱都用完了 你赶紧去医院照顾妈 钱我来想办法 行行 你快点啊 我先去啊 这衣服更美好 这打电话干嘛呢这是 回来了 干啥呢 这是 妈 刘感 我妈生病了 你们手里赶紧给我拿点钱 喂 要钱来了原来 早知道不回来了 你管她干啥呀 你现在都已经在这里了 说不说面 跟你有啥关系啊这是 就是 这逛个街 一个电话一个电话 随随回来 你 没有现在 妈 这 这 当时说好的 我来到这边也要管那边啊 再说了 这钱大部分也都是我挣的 你们就先拿给我呗 啥主 你要搞清楚 这是我家 你记得 上面你就到这家 那边是 就不要管了 就是 你挣的又怎么的啊 现在别忘记 钱都在我手上 我说了算 我拿就拿 我不拿一非也没有 你自己想办法去啊 这你们也太过分了吗 这 过分 过分两个怎么写的啊 关于吗 这也没本事啊 怪谁的 行行行行 干嘛去啊 别回来吃饭了 别管他 你干什么这怎么着 你手里还倦倦的走了 走走 妈 睡一步 喂 你在吗 等会儿我去找你啊 有点事 慢点慢点 妈 我给孩子 昨天晚上想了个名字 说说看 其他啥名字 叫 王小光 你看咋呀 王小光 他变成叫刘小光吗 怎么 怎么叫刘小光 我姓王啊 妈 你别忘了 我没姓刘 这是刘家 刘连生的孩子叫啥 真的叫刘小光 就是啊 傻主 再说 这都说好了 你现在是上面女婿 孩子不随我姓 随谁姓啊 就是 妈 刘连 你们这有点过分了吗 咱当时可说好的 我可以做上面女婿 但是第一个孩子 必须跟我的姓 这实在不行 第二个孩子 跟你们的姓也行啊 是不是 那不行 这是我生的孩子 我说了算 何况这是在我们家 我说第一个孩子 就给我的姓 那就给我的姓 跟何哥这是男孩 就必须随我们这边的 如果说下下生个女儿的话 就随你的 啥的争 那像我们的姓咋了 下一个吧 下一个是你的姓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们啊 根本没把我当一家人 当初我妈生命的时候 你们一点钱都不拿 结婚之前怎么说的 我要照顾我妈 我在这个家人气吞声 什么都向着你们 就为了留恋 可是这些年 我得到了什么 我不是懦弱 我什么都懂 这个孩子你们想要是吧 给你们 我不要了 以后这个家我也不回了 咱们没有任何关系 妈 行了吧 妈 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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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子我回来 这傻子一起这样走了 这什么意思 是 他该不会要给我离婚吧 不会 两天 顶多两天就会回来 放心 在家等着 那看他这个样子是真生气了 是会回来吗 这 放心 嗯 妈进来有数 孩子给我 嗯 不行 妈 我小姐他肯定也会回来 我又没电话去 是 接着没有电话 没有 妈 再打 再打 打不动了 妈 嗯 他肯定是把我拉黑了 还是咋的 你看 拨都拨不出去了 这是不是 咱俩俩做的 有点过分了 他真的生气 不会 不回来了吧 妈 妈 你也知道啊 那肯定是咱俩做的 太过分了 惹弄了他了 这谁都是有脾气的 那你说 他在咱家一直都是忍气追生 平常我也嚣张马虎 我就觉得他住在咱们家 我说啥 他就得听啥 把他管得死死的 他也没说什么 可是这生的孩子 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我也是 这么霸道 居然孩子的性都不随他 你现在关键是咱想到了 有啥用啊 他已经走了 咱不回家 那妈来得急吗 没用啊 要不 你跟他朋友打个电话 看他是不是在那朋友家 他上门 要不看看你 那行吗 我去找 你在家看着孩子就行了 那要是把傻主找回来 咱俩都得给他道歉 然后 以后他在家就让他当家 听见没有啊 行行 就以为他回来 妈就听他的 行行行 我先过去了 行行行 对他们知道了 对他们也听得到了 我先看他 不要 了 感谢观看